马太福音23章11、12节 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指出文士和法利塞人的几个问题 第一,能说不能行 第二,做事喜欢叫人看见 第三,喜欢人的尊崇赞美 耶稣在提醒众人不要效法文士和法利塞人后 这段经文就提出了一个小节 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 为大这个原文在英文的意思是mega 就是大的意思 希腊文这个字除了有大的意思以外 它也指着阶级和尊严 法利塞人 喜爱宴席上的首座 会堂里的高位 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 称呼他拉比 这是伟大的心态 但是耶稣却教导我们要做仆人 昨天的新闻 得知川普总统夫妇得到了新冠肺炎 美国在这关键的时期 天灾人祸不断 现在又来了一个总统得到了新冠病毒 这个时候的美国 需要神的儿女 自卑祷告 寻求主的面 转离我们的恶行 主说 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求神兴起基督徒更多的来祷告 为着我们的罪 在神面前悔改 并且同心合意的祷告 为着美国回转归向神来祷告 也为着川普总统夫妇 得到医治来祷告 更是为着主的教会 能够复兴来祷告